您好,这里是张宁视野 乌克兰空军袭击卢干斯克俄军的三个重要目标 这两天战场的形势似乎有点逆转 俄军没有发动任何一场像样的进攻 在利西昌斯克,俄乌两军已经陷入了僵局 而乌克兰的炮兵不断地向俄军的舌导 发动炮战,炮击 结果最新消息表明 俄军在蛇岛上的一个主要的防御攻势 就是他的地对空导弹装置遭到击毁 这就使得俄军完全暴露在乌军的攻击之下 这也意味着乌军可能使用飞机到蛇岛上空 重重融融了投弹 把蛇岛俄军炸得稀不烂 所以说俄军的统帅部也意识到继续在蛇岛驻军 可能还要遭到全军覆没 而且俄军自从战略了这个战略位置以后 可以这么说一直遭受打击 虽然说蛇岛的战略位置极为重要 尤其是能够封锁乌克兰粮食的进出口 但是俄军承受不了长期的损失 此外乌克兰空军在卢干斯克再次发动空袭 这次空袭击中了俄军的三个重要目标 其中两个是俄军的弹药库 他们距离乌军前线稍远 也就是说乌军的炮火够不着 而乌军目前还缺乏远程精确导弹 所以说乌克兰就出动了苏-25和苏-24 对这三个俄军的重要目标进行攻击 另外还有俄军的一个指挥所也遭到袭击 两个弹药库都发生了爆炸 那个指挥所也遭到重创一批俄军官又被打死 现在看来俄国的空军实在不行 从来没有对乌军造成过类似的打击 虽然说俄国空军现在也经常出动 但是基本上不敢进入乌克兰的控制区 也就是乌军的上空现在再也见不到俄军的飞机了 他们只敢在俄军上空的飞行 然后远远地使用导弹来攻击乌军 像前几天因为害怕拜登要访问乌克兰 所以就对乌克兰全境进行了发射 大约几十枚导弹 其中有两枚导弹击中了一个闹市区的购物中心 造成了至少20个乌克兰人死亡 另外还有上百人受伤 但是重要的军事目标俄军一个也没击中 首先是因为俄军它的侦察能力不行 它的太空卫星侦察以及信号截获 还有什么的都不行 它主要还是依靠特务 但是特务又被乌克兰的安全局抓了太多 所以说也不灵了 结果导致俄罗斯的空军基本上是处在没有用的状态 它的防空部队看来也不行 因为乌军多次现在进入卢干斯克上空 对卢干斯克的俄军目标进行攻击 但是没有一次受到防空部队的攻击 所以战场形势正在发生转变 另外一个消息就是习近平今天访问香港 他乘坐防弹高铁进入香港 这可能是全球狩猎专为习近平定制的 量身定造的防弹高铁 也就是防弹列车 而且在这之前 香港政府在港间林郑月娥的领导下 进行了周密的部署 几乎在习近平出现的地方是三步一港五步一哨 而且整个香港似乎都处在戒严状态 所有的警察全部上街 包括中共的军队 现在也都冒充警察在香港执行 但是习近平在九龙下车的时候 仍然只受到小队的欢迎 可能是习近平担心人说太多了 或许有人会对习近平发起攻击 所以只有少量的人在那喊口号 不过人们注意到口号用的都是普通话 我们知道香港人在历史上 一直都是说粤语的 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都按照 就是为了迎合中共都开始学习普通话 尽管他们的普通话讲得很生硬 不管是林郑月娥 还是即将上任的新特首李家超等等 实际上的普通话都不行 这个香港呢 前两天我还看到一个帖子 人们赞扬说香港人几十年坚持说普通 那个粤语实际上这都是英国人的功劳 因为英国人尊重香港人 从来没有逼迫香港人去说英语 或者说另一种英国人认可的语言 国民党到了台湾以后是强制台湾人说国语 所以弄得现在台湾人都忘记了自己的语言 使用国语 关于香港的命运呢 最近网络上的议论仍然很多 其实呢在中英关于香港的联合声明 这个发布之前 联合国曾经二十多次通过决议 决议的内容都是要求香港独立 也就是说呢要求香港人自治 但是呢香港人对此呢觉得没有必要 或者说呢香港人呢觉得呢太费劲了 独立啊自治啊 还要建立自己的军队啊多危险啊 所以说呢香港人丧失了自由的机会 这也是因为香港人的自由呢 是英国人白白赐予的 他们自己没有去争取过 所以他也不珍惜 他反而觉得自己混得挺好 觉得自己在香港生活得很好 挣钱也很容易 到世界各地旅行也方便 后来到中国挣钱更是容易 所以说呢他们就充满了一种骄傲感 自豪感 但从来没有想到他们算个屁嘛 他们不过如果没有英国人赐予的自由 他们跟中国的乡下人跟60年代被饿死的那几千万中国人 以及在文化大革命被共产党打打杀杀 死了几千万的中国人 没有任何区别 现在呢香港人恐怕要越来越多的领受中共的铁拳 另外一个消息呢 就是关于这个俄军将领下手太狠了 这种事情都敢干 这是指什么呢 我们知道开战以来呢 俄军贪污腐败的丑闻呢 就屡屡传出 各级军官呢都绞尽脑子的弄钱弄全 贪污腐败 而最新传出的一个消息呢 更是令人震惊 俄军的一个驱逐舰舰长呢太狠了 他居然把自己军舰上的这个铜制螺旋桨 给偷偷的卖掉 因为铜制螺旋桨质量比较好耐用 值钱 然后呢他用廉价的钢制螺旋桨来代替 一下子贪污了三千九百万卢布 真是身材有道啊 而且呢他这样做 因为螺旋桨呢是军舰的一个重要的 这个这个这个部件 他瞒不住见上其他军官的眼睛 比如说大富二富三富 所以说呢他肯定这个舰长呢 要跟其他人分享这笔贪污的金钱 他甚至还要贿赂给舰队司令 或者主管领导 特别是主管维修的将领 后勤将领 否则的话他们也会指出 你怎么把这个原来配给你的那个 同志螺旋桨给弄到哪去了 当然他可以说哎呀坏了 我给换了 反正呢这个俄军呢可以说是一塌糊涂 所以说呢这个俄罗斯黑海舰队呢 在面对这种就是人人贪污的情况下 当然行动笨拙 所以呢在作战行动当中呢 就像笨熊一样 就像愚蠢的黑狗熊一样 总是挨打挨炸 而且呢俄罗斯驱逐舰长的这个贪污套路呢 跟当年大清帝国北洋舰队的贪污套路呢 可以比个高低上下 因为当年的大清舰队据说是炮弹呢 都是用过期的炮弹里面装上杀热 然后来冒充好炮弹 还有呢 北洋舰队各级官员的这个贪污情况呢 也都是非常严重的 反正呢贪污腐败呢 几乎就是不仅仅是中国特色 似乎也是俄罗斯特色